读解 没事啊 身后什么都没有 没事 这没事 这没事 来 回头看 回头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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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干吗呀 你放过我了 来 你别再缠什么了 太客气了 杜叔叔 叔叔 叔叔 妈呀 我应该叫你叔叔 不是 我 晃哥 我知道 晃哥 叔叔 你就放了我吧 你听我跟你说 你要帮我放了我 天天给你惊喜啊 我给你好惊好菜 我天天工作 你说什么呢 我是沈欢歌 我知道你是沈欢歌 沈 不 你是人是鬼 你 我当然是人了 你是人吗 疼疼疼 我很疼 你是人 你怎么了 沈欢歌呀 哎呀 你哪才来的 吓死我了 哎呀 这怎么了这是 叔 刚才看见鬼了 啊 哎呀 吓死人了 你别吓唬我呀 哎呀 我 我 我毛下不着 我毛毛下不着 我毛毛下一个 这怎么下成这个样子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句话呀 是啊 你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见着我叔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笑语 你看你爸爸 怎么办 就这样了你 你看 爸回来就这样 欢歌刚把他送回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之前发生什么 你全都不知道啊 之前我知道啊 之前 我去笑语他们家祖坟了 奶奶啊 婶儿你听我说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去你们家祖坟 是我想看着点 因为许晗之前扬言 要去挖你们家祖坟 我得防着点啊 所以说我就提前去你们家祖坟 我回去看着点 我办点好事 但是我左等啊右等 都没有人来 对 然后呢 对 然后 然后我就看点 我一看 这时间也不早了 这么晚了应该没有人来了 我就想回去啊 这时候我 就听着有脚步进来 我又一回头我看 是杜叔叔跑回来了 他一看着我 他转身就往回跑 我就开始追啊 我一把就把他抓住了 他见着我 噗疼就跪下了 我说你别这样啊 他跪下就开始跟我说 他说爷爷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说我不是 我说我是欢歌 他说欢歌叔叔啊 对不起 他说你放过我吧 我说叔 我是沈欢歌 他一看情是我冷静了点 他抱着我就开始哭 他说 他说 他说欢歌呀你不知道啊 他说我看着 看着鬼了 那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对啊 对啊 怎么还能有这种事发生 我知道了 看好是不是啊 没事了啊 爸已经回来了 没事了 那我去熬点姜汤吧 你们看着 我去熬点姜汤吧 你放我 他这手抖的 真是小人 多大心呢 还有心头对头 是要的 干啥呢 你怎么来了 接收信号呢 你怎么来了呢 看来你这叫我睡得挺踏实 许晗 这次过分了吧 你知道吗 废话 我能不知道吗 他们事业是无心的 这事有无心的吗 许晗呢 暂且不说他是笑语爸爸 就那么大岁数老头 你瞎头这么狠 你至于吗 叔叔怎么样了 现在太晚了 明天一大早我带他去趟医院 行不行 上医院 上精神病院呗 我什么我呀 人家那么大岁数了 你至于吓唬人家吗 不是 去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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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泼了盆热水 至于吗 去精神病院干吗呀 还是热水 凉水队少了点 当时太着急了 跑着来调洗澡水来了 是不是 这是热水调水的事吗 那老头的脸呢 都烫红了 许晗 来 问你多大人了 怎么那么坏呢你 什么时候学的这个本领啊 还 还拜上了 上人家度假祖坟 去吓唬人家 过分了吧这事 我没有 你没有 刚刚你还承认了 这会儿怎么就不承认了 我承认的是泼热水的事 你 你说那什么装身弄鬼 我没有 对 你没有啊 你有得力助手啊 你可以派他下去 是不是他 谁 谁啊 你 谁 别在那装作不知情 我告诉你啊 就刚刚我进来那一刹那 你惊醒 头发往前一扑 就干个鬼 会不会说话你 咱话这么说 你进来的时候 你眼睁睁看见 我们俩躺在这儿呢 是不是啊 我们一晚上没离开过这儿 他说错了吗 撇什么嘴啊 你从这儿走过来 我跟许晗 我们俩一起在这儿睡觉呢 是吧 什么一起睡觉 分开的 不重要 这店里哪俩都是监控 你随便查 我跟许晗没出屋 这话说的没错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去 你去到保安那儿 你一定要监控 你自己看 没事啊 就是有点着凉了 我们睡一觉就好了 拜拜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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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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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笑语吧 没事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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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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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去的 是我做的我就承认 不是我做的 我干嘛我承认这事儿啊 他也没派你去 不是 真没有 行 好 我信你们俩 不是你去的 也不是你派他去的 可以 不是 你俩能是谁啊 来 来 来 那个 升哥 你赶紧先回去吧 别跟着我们在这儿熬夜了 叔叔 都这样了 我这时候怎么能走呢 别怕 没事儿 我在这儿啊 没事 你就在这儿 不好意思 我接着电话啊 喂 哥 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你是没看到 老头都吓尿了 江江啊 你这次做得非常漂亮 应该了 哥 为民除害嘛 这次我还没过瘾呢 你等下次有机会呢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差不多就行了 做人呢还是要留点余地 为民除害人人有责嘛 行 忙活一晚上了 累了吧 赶紧回去歇着 得了 哥 爸 您也早点休息 我去跟你说一声啊 好嘞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外面这儿虎虎谁设计呢 我 怎么了 他上天怎么还冒烟呢 那是喷雾 有如仙境 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还放两条美人鱼呢 你怎么这么晚呢 你怎么这么晚呢 天了你说上面飘着气 然后还遇到这事 你说我 你咋的还相信鬼啊 你是没看见杜叔叔那个样子 杜叔叔就是两眼睛直个口 然后跟他说什么呀 他也不回头 浑身就是抖 突然之间就能跪在沙巴上 开始求我 笑语他都不认识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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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那是谁呢 对不对 请我咱仨一块儿睡吧 行 你呀 你自己跟那儿睡吧 我不会忘记的 哎 哎 住手 干什么呀 怎么呢 心里有鬼呀 我有什么鬼呀 有鬼呀 行 行啊你 行 刚才好像先推我一下 快 我去 去里面走 你回去吧 我 我 我让他说的害怕 这是你 就是谁不害怕呀 行 你躲在这儿睡 你 你 别 别 别 你 你躲 你是不是有毛病 俩大老爷们儿去干啥呢呀 你躲开 对 得干就上是吧 你 你躲得不合适 回去 我俩没事 吴 中文字幕——YK 没事吧 小雨啊 你不是那宿都没睡啊 没关系的 小雨啊 你上去睡一会儿吧 没事 是啊 别太累了 你去休息吧啊 秦深啊 你也去睡吧 这里有我跟奶奶呢 没事 我不困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了 不怕怕 你都在这儿呢 天都亮了 没事的 你去睡吧 我饿了 饿了 饿了 我 我去做吃的啊 好 好 我做点热乎乎的东西吃啊 知道饿了 缓过来了 缓过来就好了 盛楼啊 以后 你可不能再干坏事了 小雨 你把这儿缓过来了 这儿有我 你们都去睡一会儿吧 那行 那我去睡一会儿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现在这样开不了车吧 没事 秦深啊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到楼上去睡吧 嫌弃当时不嫌弃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还不好意思呢 这都一家人 你就到她爸爸那会儿去睡 行 行 我躺一会儿啊 去睡一会儿吧 快去吧 行 我睡了 来 放心 小雨啊 你去睡一会儿吧 这儿有我呢 那我去面一会儿 陪着爸爸 你去吧 别担心了 来 喂 九菲啊 你睡觉呢 还没起床啊 什么事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孙副镇长还有陈书记 一会儿要去你的老作坊实地考察去 真的 我骗你这个干吗呀 你赶快收拾收拾 他们 他们来实地考察是不是 就是同意租记给我了 考察成功就可以租了 太好了 你快点起呢 爸 别慌在这儿跟我下完 把你爸看好了 别再说什么任务 你放心 我爸以后再也不会闹了 怎么了 见面再说吧 我现在就准备一下啊 行 那我出发了啊 他们马上就出发了 你也快点 租平 川夫界长 贓书记 逗族 我们来打扰你了 这哪是呀 特别欢迎 特别欢迎 今天一早呢 我们就开会研究你的事情 陈叔叔建议到你这儿来看看 是啊 太好了 我就怕你们不来呢 之前的误会 希望今天都能解采 这次来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 孙副林长 咱们到里边看看再说吧 快 快进会儿 走 没人去 走吧 请进 请进 准备怎么样 别提了 我都没睡几个小时 啊 为什么啊 再说吧 走 加油 盛龙 你要干什么啊 盛龙 你说句话呀 你到底要办什么呀 我要出去 出去干什么呀 我要出去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你说呀 你干什么呀 我要出去 出去干什么呀 我要出去 好好好 你出去 让我出去 让你干什么呀 出去 我要出去 你干什么呀你 让我出去 让你干什么呀 你说呀你 盛龙 你叔叔要出去哪儿 去哪儿啊 不知道呀 去哪儿呢 叔 要去哪儿啊 去找许晗 许晗 你还嫌折腾不够啊 那 那我跟笑语陪叔叔去 笑语早就出去了 去哪儿了 不清楚了 行 那这样 我陪叔叔去啊 您放心 我要出去 出去 出去 先生 你放心 好好好 叔叔 车就在前面上 好 各位领导 这些就是我回到博山之后 制作的部分琉璃产品 墙上挂着的这些呢 是我自己设计的琉璃艺术品 我的想法呀 是在博山琉璃古法制作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现代艺术的元素设计 所以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孤品 现在只在网络平台上售卖 效益怎么样 实话实说 基本扯平 那为什么还要扩大生产呢 这个 说来话长了 怪我之前的想法太过简单了 我只想着把博山的琉璃 提升一个档子 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 这样耗时长 成本高 其实有点吃力不讨好 还是郑菲提醒了我 她说你不能光搞艺术 不考虑效益啊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呢 是保留这个老作坊 继续做独一无二的产品 扩大经营 批量生产 用这个大厂子 来养活我的情怀 不怕失败吗 没有尝试过 怎么知道会不会失败呢 与其想那么多 还不如抓紧行动起来 我有能力把我们家的 老作坊盘活 就有信心 让大厂子也愿意做起来 文化振兴 是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像杜总这样 有决心有志向的城市精英 回到乡村来发展 今天大家也算是眼见为实了 杜总可不像传门中说的那样 是为了骗国家的钱才回来 他是实实在在地想做事业 想发展咱们博山的琉璃文化 这样的有志青年 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吗 支持 谢谢领导的支持 那陈书记您怎么看 好啊 我记得杜总不是自己也会做琉璃吗 是是是 我倒想开黑啊 见识见识 那我就给您小鹿一手 叔 一会儿咱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不管有什么事 咱都不能动手 这事儿吧 这事儿吧 虽然咱没证据说是许晗搞的恶作剧 但那嫌疑确实挺大的 一会儿咱问清楚就行 不是恶作剧 我都看见了 是 是 我知道 就是 我就是劝您啊 一会儿咱可千万别冲动啊 我都看见了 叔 慢点啊 来 叔叔 那个 您这是干什么呀 许晗请你原谅我 不是 你怎么让叔叔给你跪下 你先别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你能不能原谅我 不是 我还求您原谅我 那我原谅您什么呀 你看这脸烫的 我给 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成果 行 行 唐晨哥 别溜疤了 你这也是个后面 义格薄怨 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行了 你啥也别说了 行了行了 不是 我有做得不对的那样 不不 不是我不对 我无理取闹才没心窍 以后我再也不做了 我杜盛楼发毒誓 再也不干这种缺德事了 你这快严重了呀 你能不能原谅我呀 你能不能原谅我啊 我 我原谅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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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家的列祖列宗 你们都看到了吧 请原谅我杜盛楼 这个不孝子孙吧 从今天开始 我走正道 做好事 你们对我的教诲 我都知道了 你们是吓唬吓唬我 给我当头的棒喝 我知道悔改了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叔叔 叔叔 都听见了 过去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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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能听见了 能听见了 能听见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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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我 咬啊 注意 切点膏药 来 快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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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机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不都看到了吗 非常好 杜总呢 还有什么想法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呀 领导喜欢的话 那太好了 那我就抓紧你合同 咱们就赶快签约吧 他真是个急性子啊 我这是办事效率高嘛 张主任 喂 我这是有个条件的 您说呀 你都成了 瓦棚最美第一书记了 有时间多去我们村 宣传宣传吧 咱们两个人呀 都是为了乡村振兴 做贡献的 对吧 我们互相帮助嘛 将来这个笑语到了你们村 我肯定要经常走动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好 那我们就双赢 好 爸 你这么来了 您多休息一会儿的 叔叔 您点怎么了 没事 我这不听说领导来了吗 我来跟他们说一下 好 我马上要先过头 你别再闹了 我去撑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那个 我做些自我介绍 我是对那里的爸爸 那都成了我 我知道老人家 之前咱们在这儿见过面子 之前我做了很多坏事 给笑语啊 还有领导啊 都添了很多的麻烦 我想跟你们说啥呢 就说笑语啊 留下来做琉璃 骗政策钱 那都是我胡说的 我 我是怕她呀 留在农村没出息 逼得回北京 所以我才给她造的谣 现在现实不已经打破谣言了吗 谢谢你们能理解 我跟我女儿不一样 人家是干事业的 我就是个 以老卖老混吃等死 破皮无赖 老人家 千万别这么说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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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改过自信 请你们帮帮笑语 有什么责任 我一个人来承担 行不行 老人家 我们都已经谈妥了 接下来就是签合同了 接下来就是签合同了 真的 谢谢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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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 老宋啊 齐总 什么时候回北京 我们还等着给你庆功呢 庆什么功啊 有点事耽搁了 还得往后拖一拖 你不是已经搞定了吗 很快啊 你在帮我个忙 你说 一会儿啊 我把你还有几个兄弟 拉到一个精品民宿的群里边 你们在里边啊 给我讨论一下那个 杜胜楼撞鬼事件 这个我们在行啊 记住啊 一定要一直讨论 保持热度 明白 你想要什么效果 回头 我用一小号 在里面爆料 你们跟风就行 好 怎么这样啊 哥 还没下班啊 没呢 我说等我问问你呢 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行 对了 那个 今晚还要行动呢 必须呢 玩得过瘾呢 我就是跟你说啊 先缓一缓 别着急 怎么了哥 哥 你没看微信群啊 大家都在讨论这事呢 热度可高了 我知道 这样都是大家对你的认可 说明你为民除害了 那我不得再也再厉吗 就是因为热度高了 所以你才要低调 不能再去了 这样容易报复你 那我就承认呗 跟钢铁侠一样 这样你爸妈不就知道 你不在法国了吗 没考虑到这事 做无名英雄 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才能去保护别人 明白 那我就先放他一把 回头再说 好嘞 回去吧 好嘞 哥 拜拜 哥 拜拜 你不用担心 你父亲的心脏有点不大好 再加上没有休息好 还受到那些惊吓 所以才会晕倒他 那别的问题呢 有没有别的问题 你千万别瞒我 你放心吧 像你父亲这样的老老将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职业病 出现最多的 就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这次没什么大碍 让你父亲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以后 不要让你父亲的情绪 我懂太大 毕竟年纪大了嘛 需要好好保养他 是 明白了 多谢你啊 快点 快点 喂 老松啊 这样啊 一会儿啊 你在那个民宿沙龙的那个群里边 帮我发一条消息 据知情人爆料 杜胜楼根本没有撞鬼 是有人扮鬼吓唬他 这个扮鬼的人 这个扮鬼的人 就是之前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民宿主 许晗 你就这么发抵 好嘞 拜拜 拜拜 where you thought votre vêter 查看 她就éf 무서 sabes 是特色的 你怎么这么多大 妈 你怎么来了 樊烈呢 我自己过来的 她不知道 好 你快坐 给你说会儿话 妈 妈 你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这外头露黑 我应该去接见你 不用 你看都瘦了一圈了 看着都心疼 其实还好 我已经适应了 就是有的时候 工作有点忙 郑飞 你是个好姑娘 不管是对我这个婆婆 对王烈 还有对这个家 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妈 你怎么突然间 跟我这么客气啊 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 跟你说说心里话 好 这些年你在我们家受委屈了 妈 你们别这么说 对了 前两天王烈跟我说 想让我回去一趟 我实在是太忙了 没走开 本来还想给你打个电话 你可别生气啊 不会的 我之前做的那些 你也别怪我 不会 不会 妈 我都理解 是我的错 是我有问题 能理解最好 但是我今天希望 你做个决定 做什么决定 和王烈离婚 我知道 王烈之前一直很不下心呢 可是我们老王家虽然不是大户 但是我答应他爸爸 得传宗接代 你们说你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要个孩子 你这又到这儿工作了 你说你这 又做直播又当网红 当然我知道你这是为了工作 可是 你觉得你在这儿能待两年 这这儿能有什么改变吗 算了 你们就别彼此耽误了 妈 我跟王烈感情挺好的 我在这边也就最多就是两年 您看 就别让我们离婚了吗 别今年推明年 明年推后年了 你要还念着这份情 你就下狠犀 怎么着 你还得让我求你 让我给你跪下 行了 你今天晚上 就把离婚协议拟好了 我明天来娶 妈 妈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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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一事 我倒是太着急了 我不管事 叔叔本来身体挺好的 突然一下变这样 其实叔叔这病 不是身体上的是 是心病 我知道 我会慢慢开导的 小语儿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你说 我怕说了吧不太好 但是不说呢 我看叔叔这样 我实在是不忍心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我自己看 你说 对不起 我开始觉得吧 应该也是误会 我觉得许晗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他一上边说的 确实都挺合理的 算了 笑颜 先不想这些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叔叔把病养好了 而且你那儿不是 还有那么多事呢吗 我管你先啊 你管 先管他 妈 你来了 我都看你了 对对对对 我今天要去跟你签合奏是吧 给我脸 累秀 你等我一下啊 你不着急 还有时间 你先跟我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回事 你爸怎么样 怎么样了 我爸他没事 我看是你有事 我没事 是不是王立妈妈有着急 过来看看 看看你 看看你就看成这样 感情是你和王立两个人的事情 凭什么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作为旁观者 我看得很清楚 你爱王立 王立也爱你 为什么他妈妈说几句话 你就要离婚啊 郑飞 你这个样子我告诉你 我看不起你 你 你不懂 我 我看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今天都能赔不了你了 你赶紧去签合奏 毕丰误这个事 我下午还有事呢 什么事 有事 你干什么呀 替你做正确的决定 离什么离啊 不许离 不行 一宿 你是哭了一宿吧 好了 别自责了 好了 别自责了 这明明就是我干的 怎么能让许晗替我背黑锅呢 谣言止于智者 相信大家会理解的 我这本来想帮个忙 结果帮不到忙 你已经帮了许晗很大的忙了 你现在呀 是无名英雄 你说群里这帮人怎么想的呀 明明杜盛楼才是大坏蛋 他们一帮人圣导人许晗 他们是不是演瞎呀 你说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杜盛楼已经改过自新了 他已经跟许晗道歉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 这么快就怂了 我还没秀里勾他呢 得要人出且要人嘛 对了 哥 我那件衣服你看见了吗 就那个扮鬼那个 没有 那我给弄丢了 你看你 总是这么麻麻 永远都长不大 好了 不要自责了 行 这口气我先记着 等他下次再犯事 绝对放不过他 行 随你 啊 爷爷奶奶啊 一定包佣你瞬子啊 你放心 你爷爷奶奶嘴疼你了 不会让你受气和的 你知道吗 现在我想起这个事 浑身都是几匹疙瘩 毒手露出了此作此述 他是不是瞎毁了 瞎毁 我准备去看看他 爸 你不生他气了 我怎么不生他气啊 但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他不是认过不能不易啊 对 人心都是肉掌的嘛 我崇拜你 行 你也别自作多情 这个事和你跟毒小鱼 没人也好关系 是我们老一代的事 是吧 喂 小时啊 门山咖啡馆 不见不散 什么意思啊 有事跟你说 一会儿见啊 我 喂 爸妈 我先出去一趟啊 好 早点快来 好 许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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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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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呀 怎么了 这群里有人给你大做文章 那不挺好的吗 免费都宣传了 什么宣传啊 他们说是你装鬼吓唬杜生楼的 谁说呢 没名 他就说他是知情人士 你等着啊 别生气 我这就怼他 我给他怼明白 你别别别别 越抹越黑 你都快被黑上天了老板 那也得先稳住再说 不要脸 什么年代来栽赃陷害啊 谁呀这都是 秦升的